作词 李宗盛 作词 阿江茶法师 开示 法云出版社 制作 朱颜 鲁音 阿江茶师父说 我们必须借由辟语来谈佛法 因为佛法没有一定的形式 它是方的还是圆的 你说不上来 其中有一种方法 就是透过辟语的方式来说明 木头 如果我们砍下一块木头 把它扔进河水里 木头就会飘向下流 假使这块木头不腐朽 或者停滞在河岸的一边 终究会到达海洋 同样的道理 修习中道的心 如果不去执着于感官 单溢于在自我苦行里的任何一端 必然会达到真正的宁静 我们批语所用的那块木头代表着心 壳岸的一边代表着爱 另外的一边代表着恨 或者你可以说 岸的这一边是快乐 那一边是不快乐 遵循中道是了解爱恨 跟快乐不快乐的真实面目 这只是感觉而已 一旦获得这样的领悟 心就不会那么轻易地飘向它们 而被束缚住了 这就是领悟的心的修行 不去滋养任何生起的感觉 也不去执着它们 心就会自由无碍地飘向下游 最后流入涅槃之海 岸的奶感 一味 Praise 你 他在领悟此 ki